有人问为什么美国50年之前能登上月球 50年之后就突然不会登月了 关于这个问题呢 一开始我也觉得是因为美国人登月 它就是个谎言 知道吗 我看到这么一条消息 雷神公司准备重启毒刺导弹生产线 然后惊讶的发现 整个美国找不出来一个会造毒刺导弹的人 美国援助乌克兰的一杆武器装备中 最重要的装备之一 就是这个毒刺防空导弹 乌克兰通过这款导弹一度压制了俄罗斯的直升机部队 甚至还创造了拦截俄罗斯口径导弹的机器 这么好用的导弹 美国自然要加大力度 援助给乌克兰更多 然而就在他们准备扩大生产的时候 发现一个非常悲剧的问题 偌大的一个美国 偌大的一个雷神公司 竟然找不到一个人能看得懂毒刺防空导弹的图纸 结果没办法 反聘呗 反聘那些七十多岁老员工 对新闻工进行培训 教他们怎么看毒刺图纸 培训时间至少三十个月 两年多 后面图纸是看懂了 新的问题又来了 因为图纸上面记载的生产流程过于老实 以至于没有一个现代化生产线 能拿来生产毒刺 结果就是 现在21世纪都过去四分之一了 灯塔国的工人还在学习如何手挫导弹呢 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 去年5月 拜登找雷神下单了1700枚毒刺导弹 雷神公司表示 我保证2026年交货 2026年 估计到时候 恶物冲突又结束好几年了 独自防空导弹呢 和登月计划是同一个时代的产物 这个东西的图纸啊 现在只有老人才能看得懂了 生产也得先培训30个月看图纸 至于登月 我觉得美国人他不是不想照超50年前的登月计划 而是图纸摆在他们面前 这帮大爷根本看不懂 现在美国人说他们2028年就进农月 希望他们到时候啊 能找到看得懂图纸的老大爷吧